原标题,有忍冬草之称,他73岁当选总统,上台后首先特设昔日政敌有一种藤蔓植物名叫忍冬草,他看似脆弱却能在严寒中绽放一片鲜红。 在韩国政坛上曾有一位老人,他一生多次遭遇软禁、流亡、酷刑、死亡,但却最终战胜了生命中的严冬,在石板中寻找到了希望,他就是韩国第十五届总统金大众,生前被韩国人称为忍冬草的著名民主斗士。 2009年8月18日,金大众因病去世,在他逝世后,各国及国际组织纷纷表达惋惜之情,深切悼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。 1924年,金大众出生于何宜岛一个小渔村,父亲是村长,家里有订阅的报纸,年幼的金大众从小表现出对政治的偏爱,最喜欢涉链报纸里的政治信息。 金大众学习用功,成绩优秀,19岁考入木浦商业学校,毕业后成功经营了一家海运公司,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。 在经商同时,金大众时刻关注国家大事,写了不少有深度的文章,还兼任一家报社社长。 1950年6月,朝鲜战争爆发,韩国总统李承宛以战争力借口,残酷地打击政治对手,实施暴政和极权政治,令金大众感到非常沮丧。 战争结束后,韩国官场腐败丛省,政府屡屡失信居民的现象,都促使金大众选择走向政坛。 当时他信奉这样的警局,对于改革错误的人们,应当举起殉教的火炬。 1954年,三十岁的金大众毅然放弃海运事宜,回到家乡参加议员选举,但此后五次竞选国会议员,四次遭遇惨败。 1961年,在补缺选举中金大众当选卫国会议员,但恰逢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了政兵,他连宣誓仪式还未举行,便被剥夺了议员资格。 1963年,金大众终于如愿以偿,当选卫国会议员,但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。 家财耗尽,原配夫人因操劳过度撒手人寰。 1971年,金大众参加总统大选,博士朴正熙采取舞弊手段,金大众很有可能当选总统,但大选之后,金大众成为朴正熙政权的眼中钉,必欲出之而后快。 当年八月,金大众遭遇车祸谋杀,造成一只脚终身搏刑,两年后他又遭遇绑架,前被沉失大海。 1976年他被判处五年监禁,复兴两年后被提前释放,但仍处于软禁之中。 1979年10月,执政18年的朴正熙被捕下枪杀,由崔归夏继任总统,全斗换玄及发动军事政变,逼崔归夏下台自任总统。 金大众又被全斗换以阴谋内乱罪判处死刑,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改判缓刑。 1982年金大众出狱后,被迫流亡美国就义,曾有人预言,一旦金大众掌权,必将对曾迫害过他的政治对手进行报复,而金大众当选总统第二天,他就正式发出声明,绝不会进行政治报复。 在当选后第四日,金大众下令特赦前总统全斗换格鲁泰鱼,两位因贪污独职而为金勇三总统判处监禁。 对特赦一事,金大众后来对媒体谈道,虽然我没有对他们个人进行报复,但是我改善过去腐败的政治制度。 我认为这一点比对个人实施报复更为重要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